一整天炮声隆隆 乌克兰南部港口 陈马里乌波尔 迟迟被恶军围困 有连日没水没电 民众只能在防空洞 点上油灯 返家日遥遥无奇 但也有人耐不住性子 跑到商店行窃 结果被逮个正着 越来越多小孩受到战火波及 X光拍下哈尔科夫 年仅8岁的男童 脖子里卡着蛋片 情况危急 哈尔科夫市长说 国家军队持续与俄军抵抗 但重要的民生设备都遭到攻打 基辅外围的城市 伊尔平民众趁停火期间逃难 许多长者身体实在太虚弱 已经走不动 最后只能勉强躺在巴士的狭窄走到 伊尔平先前遭到狂轰烂炸 这对母子一度联络不上对方 最后在击辅团员 乌克兰军方在苏梅摧毁俄罗斯军车 乌克兰公布的最新战果 说他们已经歼灭1.2万名俄军 总共击落128架战机和直升机 过于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开始摆出路障 一旦俄军强行攻入 他们将放火烧轮胎阻止坦克进入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